今次不得了 花雕蒸龍蝦配陳村粉 我很開心可以幫大家 簡化一個這麼複雜的菜 汁最重要的部位就是雞油 用兩隻黃雞的雞腿 少許雞粉 麻油 薑粉 白胡椒 用中小火蒸大約20分鐘 雞腿裡面的精華就會流出來 造成一個超好吃的雞汁 雞腿肉可以用來做其他菜 這個精華的味道會很濃 記住 只用羊雞 用白雞就做不到這個效果 這碟菜很多餐廳會用花蟹 我就選擇用龍蝦 我在街市找到這種急凍龍蝦 來自斯里蘭卡 叫琵琶蝦 它像一隻拖鞋 英文叫Slipper Lobster 拖鞋龍蝦 肉很鮮甜 價錢又很划算 用滾水煮大約5分鐘 然後放進冷水中 過冷殼 我們的目標是想它4-5成熟 蝦的溫度降到室溫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剪刀去起肉 底綿 在軟的殼和硬的殼中間 用剪刀剪一剪 剪完之後 就可以剪到頭部 抖鞋骨 即是硬的殼的中間 分開肉和軟殼 然後就可以慢慢向上騰 肉會剪一塊塊 蝦膏便會用來熬汁 用鐵簽去切拖韑渣 然後用嬰寒刮刮刮刮一下 按一下 按按之後就會很滑 記住 刮完之後 蝦膏其實藏在鐵簽底面 這些都要蹴進去 雞的精華都要切拖韑渣 接着可以加入少庆酒 少庆酒的酒精不会煮酒 如果有小朋友会吃 你可以先煮滚酒 让酒精揮发 小朋友可以吃了 最后的步骤是要蒸整碟菜 我会先放琵琶虾的肉碎 陈村粉 琵琶虾的身子我已经切了 放上去 倒汁上去 你看看 多吸引 多漂亮 姜丝 葱丝 用大火蒸5分钟 这个步骤要小心 蒸太久 虾肉有机会全滑 所以有空可以偷吃 看看肉可不可以 就是这么容易 豪华餐厅级的菜 在家里也很容易做得到 餐厅煮到 你也能煮到 多谢大家收看 你多点看我们 那就很容易煮到 美食给家人吃 陈村粉 吸收汁 龙虾 龙虾 非常好吃 非常入味 哇 你还不快点煮 你还不快点煮 你还不快点煮